。 大家好 我现在虽然 只是一个送外卖的 也可以说是比较熊困 渺倒的一种 人生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 组织的话是拍视频的 因为以前我做了很多很多 行业了 做什么都做不起来 所以我还是希望 还是有自己的梦想 我还是希望 这个自媒体我能够 做得更好 所以最近的话我们 南宁 好几个自媒体 也束缚达成了这个共识 包括南宁惠姐啊 还有南宁东哥 南宁攀帅 还有这个人生死员 还有这个南宁的帅哥 还有那个南宁的房老板 已经商量好了 打算在 我们要搞什么一个 南宁的自媒体的团队 然后这个总部 基地 现在选址的话就在雍江边 因为雍江边 要宽 这个风景也非常 好 是南宁的一道的风景线 所以我们把它 定为我们以后 拍视频啊 直播啊 演点搞笑啊 都定在这个雍江边了 因为现在 我整个 网络整个自媒体行业的话 单打独够的话是很难的 因为我们毕竟没什么才艺 也不是说颜值输重啊 不是说有什么特长啊 这些都没有 只能够爆魂取暖才有钱 能够做强做大走得更远更高 如果现在如果我们有大咖带动的话 大树底下 跑成羊这个谁都懂 但是我们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大咖可以带动我们的 除非 南宁有一个像二胖 让我们整天系正他一点啊一起跟他拍视频 这样就 不火都难说真的 因为你看现在二胖他们也是有团队的 因为他以前也是做了很久的一直都做不起来 以前我见他跑去浙江 横店那边 我们也经常聊天了以前他经常站南宁 他也说遇到了瓶颈 不懂拍什么了 他也有 非常困难的时期 非常艰难的时期 但是他坚持过来了 现在然后他 去横店了都没有没有搞得起来 一直不温不火 但是他回到03之后 开始和 这个立志妹啊 还有这个 卖猪又老啊 还有 这个 奶茶店的老板娘啊 组成一个团队之后就开始火了 然后现在都形成一个团队了 然后像现在 比如说喜华生啊 表哥啊他们都是有一个大的团队 特别是喜华生 火了有时候 可能也是任气 但是他现在 火了那么多年啊 他真的是 实力可见一般 都是相当有实力的人都喜欢 越走越火他真的火了很多年了 而且他现在也形成了一个团队 团队里面呢 只会 让他越来越火 而且团队里面每个人都跟着火 大家都 受益啊 现在所以现在啊这个网络形势的话 火的都形成了很多个团队 比如说老肥啊他也有他的团队 还有风风也有他团队 特别是贵瓶光哥你看他 现在 他们整个贵瓶是 都是形成了一个团队 不过他们是走才艺这方面的唱歌的很多女的 都跟他 跟他一起 互相拍视频 互相 拍这个唱歌的 还有这个季度生活的 他这个这方面 搞得非常不错 特别是 有好几个女的 跟他勿动之后现在都都特别火 因为 大家都 可以 优势无苦啊 因为你有这方面的 特长我有这方面的特长可以 互相 发挥出来的 就像现在我们男龄这几个 就像大慧姐啊他 有颜值 长得漂亮 这个美女 所以如果我们组成一个团队 看点就更多了 加上他 对这个商业 这个网店了比较熟悉 像我对对这个网络销售的话就不熟了 但是我的拍视频的技巧 还有创作的思路就比他们稍微好一点 所以都是优势无苦的 那你现在做什么行业做什么生意的话 都需要投资了 都需要很大成本的 而且这个都是有风险的 但是现在我们做自媒体的话 是不需要什么大的成本的 只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精力 就算 万一怎么了 我们也不亏什么钱了 而且现在我们 如果平时的话不聚在一起的话 都是 保持原来的状态 该怎么拍就怎么拍 该正热点的还是正热点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颜色还做不起来啊 都需要正热点才有流量 等我们以后有人气了 正不正热点都可以 拍我们自己 自己的事业啊工作啊生活啊都可以了 就像现在 他们这个 鱼堂老板的这个信州鱼堂老板他们平时也是一个团队 有需要的大家就互相配合 他们有村长啊 还有两个打工仔啊 这个卢一生啊 还有这个 如果真的能够做得起来 如果真的能够做得起来 哦 就是 顶 Finally 谢谢大家